这个小女孩叫小莎 她的智商不一般 五岁就能说出八位数的立方根答案 别人脑袋里全是脑花 她的脑袋里全是数字 老师写下一个十位数的立方根 她只用了几秒钟就写出正确答案 你没有看错 她是个数学天才 不用上学 只需要和竖琴四处表演数学 就能养家糊口 小莎和姐姐的关系非常好 可惜姐姐因为一场大病去世了 小莎每天表演数学 赚了很多钱 为什么不给姐姐治病呢 父亲说 如果把钱拿给姐姐治病了 家里就没有钱了 母亲在父亲面前从来不敢说一句话 更别说开口求父亲就姐姐了 这样小莎感觉很失望 她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母亲 她暗自发誓 将来绝对不会像母亲那样懦弱 长大以后 小莎依然每天忙于数学表演 收入不菲 变成了一个另类的女汉子 她和小胡子坠入爱河 可是约会时却意外发现 小胡子结婚情帖 原来小胡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只是把小莎当成玩物而已 她一怒之下举起猎枪 打破了小胡子的耳朵 随后逃到了伦敦 小莎的数学天才 很快引起了另一个小胡子的注意 两个人频繁来往 越聊越奇景 为了让小莎在英国有更好的发展 小胡子开始训练小莎的英语 还教她各种礼仪 不断学习知识 小莎频繁出入高级场所 表演数学 名气越来越大 她每个月向家里寄钱 心里却从来没有原谅过父母 也再也没有回过印度 小莎和计算机比拼了一回 开立方根的速度 这是一次电视直播 前两道题小莎都轻松取胜 可第三道题却卡壳了 小莎觉得是电脑出错了 要去检查后三位数 可惜主持人根本不给她机会 第二天 小胡子告诉小莎 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事 还真是电脑出错了 后三位数的顺序正错了 小莎就这样一战成名 被称作是人道计算机 全世界范围的名气越来越大 为什么男人总是觉得女人需要他们呢 小莎觉得自己不需要男人 于是甩掉了小胡子 几年以后的一次宴会 小莎认识了科学院的老帕 两个人一见钟情 迅速买下了一栋爱潮 结婚前 老帕想见一下小莎的父母 都到了家门口 小莎还是不愿意见父母 她一辈子都不原谅母亲 因为母亲当年没有开口就姐姐 没过多久 两人有了一个孩子 小莎每天陪着孩子 她的数学表演渐渐荒废了 有一天 老帕看到小莎在翻看媒体 报道她的新闻 老帕知道 妻子放不下数学表演 支持小莎重回舞台 女儿就交给老帕来照顾 小莎又开始活跃在世界各地 她甚至一口气说出 201位数的23次风根 比当时运行最快的电脑还要快 后来还打破了 有史以来的最强行算记录 科学家研究了她的脑袋 也无法解释 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小莎在事业上风生水起 可家庭却一团糟 她得着女儿第一次开口说话 叫的是爸爸 而不是妈妈式 马上就不乐意了 坐飞机回去 老公的事业在印度 不想和小莎买世界跑 小莎说 她生下女儿肚皮上挨了一刀 所以女儿应该归她所有 老公却说 不是生下孩子就可以成为母亲的 两个人大扯一架 小莎最终强势带子了女儿 去伦敦生活 女儿也遗传了小莎的数学天赋 跟着小莎一起到处表演数学 女儿可以和老妈一起环游世界 这旁人看来是件幸福的事 但是女儿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老公也希望女儿能接受正常教育 可老妈就是不同意 她觉得 因女儿的智商 任何学校都交不了 女儿写信给远在印度的父亲 让老妈游寄出去 可是老妈每次都没有 强烈的占有欲 让女儿和父亲 中断了整整十年的来往 在女儿的一再要求下 总算是如愿上了一段时间的学 但是一到假期 又被老妈带着去表演数学 同学都羡慕得不要不要打 但是女儿却一脸的不情愿 这个世界真奇妙 没钱的人想有钱 有钱的人想有名 而拥有一切的人 竟然想过平凡人的日子 真的是没有天理呀 后来 小莎写了一本关于同性的书籍 还说她的老公取向有问题 观众听了非常惊讶 而台下的女儿听到后 直接愤怒离席 女儿没想到 为了制造话题 老妈竟然会无限老爸 女儿只想有一个正成的家庭 一个正成的老妈 为什么就这么困难呢 经历这次争吵 小莎有所醒悟 在伦敦买下了豪宅 给了女儿一个相应的家 母女二人过了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 女儿很有生意头脑 她想买下很多别墅 装修一番 再高价卖出去 老妈给她提供资金帮助 后来 女儿嫁了男朋友 很快就到了两家人见面 谈婚论嫁的阶段 父母双方都很同意 下一步就是结婚 可惜强势的老妈 要求女婿和女儿结婚后 搬到伦敦去和她一起住 还说自己为她动过刀子 但是女儿只想和丈夫单独生活 女儿说老妈自私自利 占有欲超强 母女俩大扯一架 差点就动手 女儿和老妈彻底决裂 抛下一切和丈夫搬回印度去结婚了 夫妻两人继续在印度 买进二手房 装修以后再出手 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一晃几年时间过去 老妈经常给女儿打电话 可是女儿从来不接电话 两个人还生下了一个小baby 一次展校会上 女儿的几个朋友突然讲起 他们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 选择了放弃事业 她这才突然意识到 她当初很痛恨母亲只顾赚钱 而不管她 可她现在不是和母亲一样吗 她果断辞掉了所有工作 全身心地陪在女儿身边 而在伦敦的老妈失去女儿后 人脑计算机变得有些不灵光了 脑海里总会想到女儿 而不是数字 扩别几十年 老妈再次回到了印度 老家的房子还在 可是父母早已去世 空荡的房子里什么都没有 她在箱子里翻到了 父母留下的遗物 她一辈子都在埋怨父母 可是父母却牵贯了她一辈子 想到这里 她马上给律师打电话 卖掉了在伦敦的房产生意 女儿这边很快就收到了 巨额税收账单 原来呀 老妈卖掉了女儿 在伦敦的房产生意 却让女儿背上了巨额的税务账单 金额大到 即便是女儿把她在印度的所有生意都卖掉 也无法全部偿还 女儿很生气 决定把老妈告上法庭 母女俩对不公堂 律师开门见山 指责老妈是个不称职的母亲 为了自己的野心 剥夺女儿的童年 让女儿不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快乐生活 还强行中断了女儿和父亲的联系 长达十年之久 对于这些指控 老妈全部承认 她承认自己是个糟糕的母亲 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她把伦敦卖掉的一百万房产 全部送给了女儿 女儿这才明白 老妈搞这么一出 只是为了见女儿一面 这场官司打到最后 变成了煽情剧本 老妈以前那本贴满各种媒体报道的黑皮书 全部变成了女儿的专属相册 女儿哭得离花待遇 原来老妈是那样的爱她 而她这几年都把老妈拒之千里 连生了孩子都不告诉老妈 如今老妈把钱都给了自己 如果还继续和老妈斗下去 那还算是人吗 老妈得知自己当外婆后 高兴地把女儿拥入怀里 律师这才明白 原来小丑是他们 这对母女就是一对细筋啊 女儿和老妈达成和解 去参加了老妈的数据表演 老妈说道 她一辈子都在生她老妈的气 要不是老妈在老爸面前人气吞肾 姐姐当年也不会死 而这种气氛慢慢变成了仇恨 如今想来 她从来没理解过母亲 她一生的梦想 就是不想成为像母亲那样的人 却不知 她今天的成就都是母亲给的 因为没有母亲就没有今天的她 这部电影名叫人脑计算机 根据真实故事改变 女主沙昆塔拉是印度的数学天才 生于印度普通家庭 却有着比电脑还要快的心算速度 女主的数学天才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但是她为自己而活 懂得珍惜自己 每天都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这种自强的生活态度 值得每个女性称道